一篇六百的字 超過六百的字 總共寫了每一天 他的想法 而且最後面最後面 我跟大家講 他為什麼想要成為企業家 除了當家人之外 他希望他有能力 未來的時候 他手心可以向下 去幫助跟他一樣 弱勢家庭的小孩子 他從來都不覺得他很自卑 他一直很努力的在做 還有他的一個術語這方面 一直做突破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曾經得過什麼獎呢 我的我擅長說故事 所以我很常參加學校的小小說書 最近應該要跟夏威華區那個表演 要度自影片區域表演 所以雖然有點緊張 但是我還是很努力的去面對 他未來是不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對 真的他不怕耶 他什麼都比賽 只要可以讓他 減輕家人的負擔 他什麼都願意去做 這就是我在 望華兒校中心的時候 看到的那一幕 第一個教卷 第一個告訴我理事長的教卷 然後呢 完全的按照他的選法來去做 所以他今天獲得第一名 那我們想說 有請我們的就是 上司理事長能夠來幫幫第一名 因為上司也有他的一個 呃 理事長的故事這樣子 那 來 我們有請 我們掌聲關於我們 台北市副市長的麗麟 黃三江銅市長 我們有請台北市生技科配 理事長王孝時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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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請我們的副市長 來 跟我們做一個支持 來 我們來 首先是 來 來 包包我們的 包包我們的獎狀以及獎金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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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我們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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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拍手 來 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